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我是Philip 我在退休之前 我在银行做的 我做一些类似策劃的工作 無論在工作 又或者在人生上 Philip 已經一早策劃好 定下了一個長遠的目標 但有了全盤計劃 又是否代表一定能夠實現得到呢? 其實我也是想著 退休的生活 都是想著一些平平淡淡的 跟家人買菜、煮飯 或者去一些短程旅行 一年中又不是花很多錢 慢慢慢慢撕錢去生活 不過他這個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 2017年Philip當時出現了咳嗽現象 以為幻想感冒 但後來持續腥沙 而且身體變得愈來愈瘦 最終確診患上ALK肺癌 其實我自己在想 因為他說是基因突變 因為一想著肺癌當然是吸煙 我又不是吃煙的人 我想一下如果基因突變 我想一下我的家族 以我似乎是個伯父 好像是肺癌 但他又吃了幾十年煙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面對著一個突如其來的疾病 不但令Philip操守不及 更擔心日後治療會帶來不同的問題 我未患癌症之前 我對癌症的治療 我認識不深 一直都是想著電療、化療 都有心理準備 會很辛苦的了 但到了後來醫生 就告訴我 醫生有標靶藥可以吃 副作用也有 但應該是沒有化療、電療的那麼多 心裡又好像踏實了一點 當時醫生建議Philip 服用第一代標靶藥 觀察效果後 再決定是否用第二代標靶藥 吃了第一代標靶藥 吃吃下的時候 發覺我的肝酵素高 要我減藥 減了一半藥 醫生就說 不如跟你轉食第二代標靶藥吧 不過見到肝酵素高 將全劑量變成半劑量 我吃了之後 感覺非常之好 而且在日常生活裡 跟平常人完全沒有什麼分別 標靶治療對Philip來說 效果顯著 不過高昂的藥費 就打亂了Philip的退休計劃 他更加覺得 政府要擴大第二代標靶藥的資助 這樣普羅大眾才可以受惠得到 我現在自從吃了標靶藥之後 其實每一個月都要幾萬元的藥費 都挺吃力的 所以好在我自己原先有一層樓 我可以賣一層樓去套現 但對於一些如果沒有資產 或者沒有房子的人 政府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 他們可能要自費一段時間 才可以有些機構封到頂 幫助他們給藥費 但在自費期間 我相信那些人應該都沒有辦法支付得到 經歷過這場大病之後 Philip對於人生也有新計劃 越來越開始喜歡關心一些 尤其是同路人他們患病那些 尤其是我自己 因為自己患了癌症 我都會用第一人生去關心別人 但我給他們不患癌症的人 去關心別人又會好些 我拍一拍的肩膀 他都知道是大家同路人 無論你如何計劃自己的人生都好 最重要的是要把握現在 這樣才可以成就未來 有幾句話就是活在當下 珍惜我喜人 珍惜眼智人